美国在全世界部署了超过200个军事生化实验室 现在已经曝光了30多个实验室 还有更多的实验室藏身地不为人知 现在发现的30多个美国军事生化实验室分布在25个国家 俄罗斯国防部就指责美国军队 在俄罗斯周边国家乌克兰 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 乌兹别克斯坦 以及阿塞拜疆等国都设立了秘密的生物实验室 其中 光是乌克兰就有11个美军生化实验室 包括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美军生化实验室 在2019年7月因为爆发泄漏事件 导致在8月美国爆发严重流感 但是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场流感竟然死亡1万人 但是现在虽然俄罗斯要求美国公开德特里克堡美军生化实验室 到底泄漏了什么 要进行公开检查 但是遭到美国拒绝 这座基地遭泄漏早就不是第一次 而是多次了 同时一次比一次严重 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 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里克堡美军生化实验室 在2002年就泄漏过碳居包子 而且这个实验室全称是 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 看名字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这座基地研究人员过去 还在菲律宾进口的猴子身上 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埃博拉病毒 由于基地的疏忽大意 导致该病毒在美国部分地区扩散 幸好发现早 没有造成大规模传播 俄罗斯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伊格尔基里洛夫表示 美国正在不断增加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数量 并控制着俄中邻国病原微生物国家层面的收集和研究工作 我们从地图看 在东南亚也发现了六个美军生化实验室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研究什么 在做什么 美国新书257实验室 美国政府的秘密和致命病毒研究设施的恐怖故事披露 美国动物疾病中心 其实就是一个研究通过动物传播病毒的生化实验基地 同时 在格鲁吉亚的卢加尔实验室 一直在进行有毒生化物质实验 同时 还在研究昆虫对生物进行攻击 使用无人机空投有毒昆虫传染炼性传染病 在格鲁吉亚的实验室 造成73名试毒员死亡 这座卢加尔实验室被冠以医院之名 被认为在暗地里测试一种剧毒的化学用品 或生物质剂 其实 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机构 根本就是美军秘密生物医学部队 美军到底在研究什么 高致命性病毒 高传染性病菌 还是什么不治之症的危险病原体 为什么不能公开让各国进行参观和检查 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美军还经常训练演习反僵尸战斗 这又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些实验室在培育不死僵尸军团 待会儿